我们现在看这个向量分析中的一种算子 这个算子跟我们这个梯度 我们叫做梯度旋渡散度 这三种我们的定义 它其实跟我们一个算子 拉不拉算子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gradient curl和divergence 而gradient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 对一个scalar function 我们gradientf 或者我们写成这个拉不拉算子 f它是等于partial f partial x partial f partial y partial f partial z 它把一个scalar function变成一个vector function 把一个scalar function变成一个vector 那我们前面这个我们叫做拉不拉算子 有些也叫做del算子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算子 我们是写在f的前面 那这个我们 它的表达式是什么呢 它的表达式是偏偏x 偏偏y 偏偏z 那么我们把它写在后面 我们可以写成是偏偏x 偏 y 偏偏z 然后f 然后把f拿进去 这个跟我们普通的向量不一样 这虽然写成向量形式的 但是我们不是跟我们普通的向量 它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写在前面和写在后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gradient 然后把f拿进去 我们可以把它拿进去是这种 这是拉不拉算子 拉不拉算子作用在scalar function上 就变成一个gradient的vector 那我们还有另外两个 跟拉不拉算子相近的 我们叫做curl curl它只能作用在 只能作用在这个 向量函数上 如果f 是等于f1xyz i加上f2 这是xyz g g 再加上f3 xyz k 好 那我们curlf是什么呢 curlf其实最容易记的方式是写成这个拉不拉算子 就是xf x 等于什么呢 这是ig k 这是f1 这是 写成cross 所以是partial 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z g 这是f1 f1 f2 f3 最容易记的方式是写成这样的方式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determinant的算法 这是 这是 partialf3 partialy x f3 它是x 嗯 然后是这个是g g本身是负的 所以我们用这两个相成减去这两个相成 好 再加上k k k这边是partialf2 partialx 减去 partialf1 partialy 然后是k 这是我们curl的定义 我们比较容易记的是写成这个determinant的形式 或者写成这个算子的形式 写成差级的形式 但是这个我们 嗯 虽然是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很多向量啊 向量里面的vector里面的crossproduct 或者 scalarproduct 这个很多的性质它是不满足的 我们等会再讲 这是curl 那么第三个是divergence divergence 我们是divergence f 我们用lablar算字写出来就是grey 这个lablar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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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那么这是partial partialx partial partialy partial partialz 好 dot f1 f2 f3 所以这个表达式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这个表达式是比较简单的 partialf1 partialx 加上partialf2 partialy 再加上partialf3 partialz 它是一个数量函数 算一下 好,我们先来计算一下 几个 这里这几种 这几个东西 我们先说example1 第一个立体 f 等于xy i 加上y平方-z平方 z 再加上yzk 那么 找 curve f 和divergence f 那我们看 divergence 比较好算一下 我们先算这个 divergence f 是 这个 等于partialf1 partialx 加上partialf2 partialy partialf3 partialz 那么f1 关于x的导数 是y f2关于y的导数 所以是等于4y 2y f3 关于z的导数是y 所以是等于4y 而curve f 我们是写成 cross product 写出来的表达式 太复杂 通常我通常不太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写 那我喜欢用 用determinant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i i g k 就是 partial partialx partial partialy partialz 然后 f1是x y f2是y平方 减z平方 f3是yz 那我们看i的部分 那我们看i的部分 就变成partialy partialyz 那么减 它除以 就是这个 那就是z 减去负2z 所以说 加上2z 这是i 那么z 这是0 这是0 所以减0z 这部分是0 然后k partialx 这是0 partialy 这是负的 x k 所以是等于3z i 减去 x k 这是它的课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个 f 如果是等于 xz i 加上 xyz j 再减去 y 平方 k 那我们 去求 divergence f 和 curve f f 好 那我们看一下 divergence 比较好算 好,divergence 比较好算 就是 就是 partialf1 partialx 加上 partialf2 partialy 再加上 partialf3 partialz 这个就会变成什么呢 partialf1 关于x 就是z partialf2 partialy 就是xz 第三个关于z 那就是加上0 所以说z乘上x加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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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成这个crossproduct的样子 i g k partial partialx partialy partialz xz x yz 和 负的y平方 i的部分 那么就是-y -xy y i g 部分是- 那么 就是--z 所以是加上zg 那么k 就是 yz -0 所以是k 这是k 那我们计算都没什么就是基本上是求导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要注意的是我们 这个divergencef 它并不等于f 到这个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后面这个我们应该要 要有个什么东西跟它相配合 前面这个是什么呢 前面这个是等于partial f1 partialx 加上partialf2 partialy 加上partialf3 partialz 那么 f. 这个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f1 f2 f3 dot 这是partial partialx partial partialy partial partialz 这跟我们向量是很不一样的 它有先后顺序之分 因为这个f1写在这个partial的前面 所以这是它是等于f1 partial partialx 加上f2 partial partialy 再加上f3 partialz 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就是拉不拉算子跟我们向量是有区别的 它这个dot 这个dot虽然写 形式上写成dot 但它是不可以交换的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我们最后我们看一下拉普拉斯算子 就是我们做这样子 看起来是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拉普拉斯算子我们只能作用在这个 函数上 只能作用在这个函数上 scalive function里面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它是divergence的一个gradient 我们先看一下gradient 那么是divergence gradientf是partialf partialx partialf partialy partialf partialz 变成一个向量函数 那你然后我们再求divergence divergence是关于第一个对x求到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吧 就是偏偏x 那么偏f偏x 再加上偏偏y 这是偏f偏y 再加上偏z 这是偏f偏z 所以就变成了偏平方f偏x平方 偏平方f偏y的平方 加上偏平方f偏z的平方 这个我们叫laplus算子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是laplus算子 我们有时候写成这个 有时候也写成这个data 写成这个样子 这都表示是laplus算子 那这里 我们就不再举例了 不再举那plus算子的例子 那直接算就是了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 我们这几个东西的意义 Curl是什么东西 Curl我们可以就是 Curl它实际上是跟rotation是一样的 我们大家可以 我们大家有这个印象 你在水桶里面有一桶水 有一桶水 如果你在这个桶里面 你沿着这个边上转圈 你会沿着这个边按键转圈 你会发现这一个漩涡下去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Curl 你发现它指出来就是Curl 一个平面的 平面的vector 你如果去算它的Curl 它始终是跟这个k 是方向是指向k的 你把它平面的话 你转的话 它会有指向k的一个向量出来 本身它是平面的vector 但是你把它一转的话 把这个平面的vector一转的话 它就有一个朝三维 朝第三维指向的一个向量出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Curl Curl它是跟这个旋转相关的 就是Curl 我们英语里面就是缠绕 缓绕 你把什么东西一旋转 它就会有一个跟它相关的一个向量出来 那么Divergence是什么呢? Divergence相当于是你的扩散 我们可以看 如果你在河里面 或者在小溪里面 你在选任何一个 选任何的一个小的立体那一部分 你那么水流 在在里面 它始终是保持它的 Mass 就是它的体积和 体积和它的这个质量都是不变的 它就是没有它的 没有这个流失的部分 Divergence就相当于是 扩散流失的部分 如果没有流失的部分 就是Divergence free Divergence free 就是Incompressible 就是Divergence Divergence 这是在流失的部分 最常用的一个 也就是最普遍的一个假设 我们水 水它是Incompressible 但是空气就不一样 例如说我们超音速飞机 它就会 它就会对这个气体有一个很大的压缩 那它的Divergence就不是0 那会 会产生我们大家知道 音包的现象 这个就是Divergence 它的一个物理上的意义 所以我们叫它Divergence 因为它是在各个方向 在各个方向上 在各个方向上 它的扩散的速度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三个向量 Gradient Gradient Divergence 和这个向量的运算吧 Gradient 我们叫T度 Ker叫旋度 中文里面可以很容易理解 旋度 就是旋转 Divergence 是散度 就是扩散的情况 就是它们的集合和物理意义 那计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儿